拿下二连胜的魔术队今天在主场面对尼克队 先看到第三节就由64吋的Markel Foltz 给了所有球迷朋友Play of the Day Carter Jr.没有放进了两分 被Foltz在第一时间补扣得到分数 这一季补扣真的是力量体能的结合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这个扣篮实在是不简单 Foltz今天攻下全队最高的21分 传出六次助攻拉下四个篮板球 而尼克队的Jalen Bronson 眼看着队友Julius Randall在禁区进退维谷 Bronson快速移动到可以出手的区域 不但成功解围投进三分球 还给了Rando一次助攻记录 真的是好人做到底 进入到第四节 上半场打完之后落后8分的尼克队 下半场逐渐收复失土 21号的Dart Wagner 冷不防在湖顶位置投进了一个重要的三分球 他在第四节总攻攻下了11分是全队之冠 而尼克队一直紧咬着魔术队不放 FALSE再度展现了流畅的个人单打动作 360度转身之后双手爆扣得到2分 剩下43秒比赛就要结束 双方依旧还在拉锯 Bronson切入禁区之后 妙传给队友Jerico Sims双手把球送进篮筐 尼克队靠着这一波进攻取得3分领先 Bronson今天攻下全队最高的25分 外加5次助攻 而魔术队的状元狼Pablo Bancero 今天攻下16分抓下8个篮板球 尼克队在下半场成功追分 全队至少5人得到了10分 中场就以4分之差 在客场打败同样也有5人得分上双的魔术队 赢得了比赛胜利